这个蔡英文不是更换了 他的一个国安团队 说对对岸释出了橄榄枝 同时这个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呢 他说期待两岸的关系春暖花开 双方能够务实判断未来的交流 好 可是就发生了 像这个凤林尽力的这个事情 总统府还有行政院都说话了 陆委会还没出声哦 为什么 照理来讲陆委会应该要先出声 他应该要最快进入了解状况 可是问题是陆委会 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 陆委会已经变成一个冷牙门了 因为陆委会每天的工作 就是负责呛对岸 然后什么事都不干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你看陈明东过于这几年干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干 所以你说期待陆委会要去做什么吗 虽然邱泰山上任的时候是讲说 希望两岸之间春暖花开 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那很快你一上任 人家马上就给你来了这一招 那现在很简单啊 其实我相信 如果你愿意有陈英杰去跟对方联系 对方也不是完全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也许也会跟你谈 可是你们愿不愿意去跟人家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你们都只是停留在嘴巴上说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 有一点点在嗜水温的味道 也就是 你也这样觉得 其实我说真的 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要制裁台湾 绝对不会用凤梨这么小的东西啊 凤梨一年 我们一年消去的四万多代 也不过才十五亿台币 那个根本不算什么 大的都还在后面 但是他故意先丢一个小的 那一方面他也是找了简易的理由 那这个理由出来之后 我就看你台湾 这边你到底要什么反应嘛 如果你还是跟过去一样 就是在那边操作抗中宝台 那我就知道你们打算怎么做了嘛 那我们就继续慢慢一个一个来 那如果你这一次比较冷静一点 愿意去做一些事务性的协商 也许两岸之间真的会有点转机 也不一定 你看 这一次民进党政府他不敢在全民在那边定调说抗中宝台抗中宝台 中国大陆打压器啊 他们现在赶快重新把它定调 变成这是一个简易上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民进党政府很明显的放软 即使像王定宇这种疯狗不断在叫 但是他们的党中央跟政府的高层是尽量不去触及到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在测试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不是完全不可能有转机的 而是你蔡英文政府到底愿不愿意去跟人家谈 那我一直在讲 九二共识你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也没有关系 我说真的不承认都没关系 那你好歹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吧 你到底打算用什么态度去跟中国大陆谈 你讲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请问一下人家要怎么跟你谈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蔡英文反正你也连任过了 你连任过了之后你自己也知道 在至少在你的任内搞台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你也没那个胆你也没那个种 所以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私底下 你台面上可以尽量 去装得一步你好像 台湾第一勇的样子 但是私底下有一些官员可以开始启动 可以陆陆续续跟对岸谈了 台湾人2300万人 共同的未来才是比较重要 哪一个党的意识形态其实没有重要到这种地步 更何况民进党 本来什么都到底就是一群诈骗集团 他们从来没有真的想要过台独 台独对他们来讲只是一门生意 这门生意现在 做生意有赚有赔啊 你赚的时候拿钱现在看起来 要开始赔钱的时候 你们要做生意要做生意的头脑 不要一直在往这条死窟中走下去 还是想办法去赚你的钱吧 至少让两岸人民的生活比较好一点 这是你民党最起码的责任 都是要看对方有没有意思要来谈吗 那说到这个部分的话像吴子佳董事长他认为说 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谈 但他也说机会其实是在对方的手上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被动下去 如果一直被动下去的话 我接下来可能就是连雾 就是世家接二连三了 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两个礼拜前 当那时候大家都说什么国安团队换人 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讨论过嘛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觉得 那根本就不是我们主观上面觉得说 我们因为把这个陈明通放到国安局 把邱泰山放到陆委会 然后把邱国正放到国防部长 我觉得把邱国正放到国防部长 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意义 是我们主观上希望他去做国防部 就是蔡总统有这个意思在 其他就随便换一换 在民进党任内当陆委会主委 不就是像是一个保全的角色吗 就是你知道可能就是没什么事 平常也没什么事就坐在那边 然后他其实很难有主动出击 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他就是把这个该看守的看守好 让这个业务继续每天就这样子 还是这样开灯 有人开灯有人开门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角色 他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也就只是因为换了背后的老板 试想如果现在美国总统是川普的话 美国国务卿是蓬佩奥的话 今天发生这种事情 国务院又出来发新闻稿 美国国务院又在背后帮我们撑腰 帮我们鼓励我们即将废大声一点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总统是拜登 到现在美国没对这件事情发生 当然这件事情很小 只是也看得出来 这是其实终究是我们在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在中美重新定位 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跟他们之间的角色的这个结构当中 我们现在变成也必须要重新再试探说 我们在这个结构里面该怎么样运作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看说 把秋泰山放到陆委会这边 能做事情也不多 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国组织 这边打算怎么样 要我们怎么做 然后美国跟中国大陆牵动 美中关系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结构里面 会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就先把秋泰山放在那边 是因为秋泰山很能干吗 有什么了不起吗 也不是 就是因为可能蔡英文喜欢她吧 至少在这个例行开会议的时候 看着秋泰山 总比看着另外一个 看着讨人厌的要好多了吧 大概就这样的功能循環 所以当两周前秋泰山上任那一天 其实那天关注的新闻 我真的是下巴掉下来 写什么东西 写什么 两岸疫情结束之后 终究会春暖花开 然后台湾对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他第一次讲中国 第二次讲中国大陆 可能是议会到自己的角色 叫陆委会主委 所以他从中国改成中国大陆 说从来就没有恶意过 我那时候真的 我真的想说 秋泰山是刚从火星回来 火星回来上任这个陆委会主委吗 对所以就是 他其实也不知道 他自己要做什么 那你怎么讲 人家要释出善意有什么错吗 没有他想要释出善意 但是他主观想要释出善意 不代表客观形式 能够让大家 视他为这个善意 特别是我觉得最有趣最有趣 最打脸的新闻 就是那一天早上的时候 陆委会主委前后任 这个陈平通跟秋泰山在交接 秋泰山讲了这番话 让大家下巴掉下来 下午的时候就在当天下午 当天下午苏贞昌又被问起了说 总统都改口了 拜登美国都改口了 不讲武汉肺炎 你为什么还要一直讲武汉肺炎 然后他就在那边讲说什么 没有啦 因为这个起源在武汉啊 然后武汉还是第一个封城的啊 有助于有利于辨识啊 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那个什么 什么德国麻疹啊 日本脑炎啊 香港脚啊什么啊 这个都是为了防疫啊 不是什么的 我就心想说 秋泰山早上才在讲说 对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恶意 然后呢下午苏贞昌又再次讲一下 他现在是整个蔡政府里面 唯一还在讲武汉肺炎的高官 他还在为这件事情辩解 所以秋泰山你说 你所谓的没有恶意 就连这四个字 苏贞昌都不肯改口 你要怎么样去解释 说没有恶意 所以你在怎么讲春暖花开 你在怎么讲说没有恶意 你要不要先去堵住苏贞昌那张嘴啊 你上完之后第一个难题 可能不是跟中国大陆谈判 因为你现在没得谈嘛 你没得谈啊 你所有一切的前提都不存在 前提之中就包括了一个苏贞昌 可不可以叫他不要再讲这些五四三的 可不可以不要再讲这些五四三的 中文王董事长赵昌康 他刚这个前卫提到的 像吴子嘉董事长都在讲说 苏贞昌就是在号召他的基本教育派 号召他的死忠群众啊 现在大家都不讲了 只有我讲 我最抗忠 自在参选2024啊 自在绑架一大群这种最抗忠的人 那其他战争政府是不是软了 其他人是不是软了 其他人是不是就缩了 还好还有苏贞昌撑着 他在凝聚这些支持者啊 他会成为他隔魁保卫战的 这些死忠粉丝 真的有可能让他这个 徐途2024总统大位啊 苏贞昌就为他个人的权位 还在讲这些 那邱贞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背后有一个苏贞昌 每天不断在喷武汉肺炎 然后呢 他要怎么去跟中国大陆谈判 所以讲都是空话嘛 你真的有想谈吗 那蔡文统的角度真的有想谈吗 你放了一个邱贞昌说 你希望两岸有机会谈 那你还放了一个苏贞昌 你至少叫他不要这样讲 可不可以啊 你不要把他赶走 你不要叫他下台 你至少叫他不要再讲这个 可不可以 你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到 或是你不愿意做 你要怎么看待你有善意呢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机会更强大